欢迎来到我们的科技简报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小杨 今天我们的第一条新闻是 关于漫威电影宇宙MCU的观影指南 漫威影迷们有福了 这篇文章详细介绍了 如何按照MCU的时间线 来观看所有33部漫威电影 从美国队长《复仇者先锋》开始 一直到最新的《惊奇队长2》 这样的观影顺序 能让你更好地体验故事的连贯性 当然还是有些人偏爱按上映顺序来看 两种方法各有千秋 无论你选择哪种方式 那多数影片都可以在Disney上找到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股市的最新动态 Maple Leaf Foods因宣布关闭其老旧的家禽工厂 股价有所上升 而Enfilia则因预测第二季度收入 将超越分析师预期并宣布股票拆分 股价大幅飙升首次突破1000美元 与此同时 Light Nation的股价则以美国司法部和多州计划 对其垄断演唱会门票销售提起诉讼而下跌 这些市场动向无疑会对投资者产生重大影响 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政治 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表示 马来西亚希望与美国和中国都保持良好关系 并强调马来西亚没有中国恐惧症 它希望中美两国能够解决分歧 并呼吁美国放弃保护主义 尊重竞争力 此外 安瓦尔还呼吁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停火 并批评美国未能有效结束冲突 这些言论显示了马来西亚在国际舞台上的积极立场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努力棒 暗威电影宇宙MC于是有史以来最庞大的超级英雄系列票房屡创新高 尽管迪士尼担心观众疲劳决定放慢脚步 但年CEU依旧有大批忠实粉丝不断重温这些电影 对于那些已经看过全部33部电影的铁杆粉丝来说 按照时间线顺序观看这些电影是一种全新的体验 从1940年代的美国队长《复仇者先锋》到2026年的《惊奇队长》 这份指南将帮助你按时间顺序观看所有漫威电影 虽然按照上映顺序观看是最推荐的方式 但按照时间线观看也能带来独特的乐趣 比如在《复仇者联盟》6000-000-000-06无限战争中 一刻福瑞的片尾彩蛋在观看《惊奇队长》后会更加令人满足 虽然有些片尾彩蛋可能会剧透未来的时间 但这并不影响整体的观影体验 环球邮报 北美股市周四出现波动 枫叶食品公司Maple Leaf Foods 宣布关闭其位于布兰特福德的老旧家禽工厂 并将生产转移到现有网络中导致其股价上涨 与此同时 因为达芬蒂尔应预期第二季度收入增长和宣布股票拆分而股价飙升 再次展示其在爱芯片市场的主导地位 英伟达预计第二季度收入将达到280亿美元 比分析师预期的266.6亿美元高出不少 该公司还宣布将进行10比1的股票拆分 并将季度股息提高150% 此外 台积电TSMC也应预测全球半导体行业 不包括内存芯片年收入增长10%而股价上升 布邦公司Dupont全部将分拆为三家独立上市公司 预计将在18到24个月内完成分拆 美联社 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伊布拉辛 在东京参加日经年会时表示 马来西亚没有控中正政策 希望与中国和美国都保持良好关系 他强调 中国是一个重要的邻国 经济和军事力量不断增长 安·马尔表示 尽管马来西亚与美国、日本和韩国保持着良好关系 但更希望继续与中国接触 他还希望中美两国能够解决彼此的分歧 并敦促美国放弃保护主义 敦重竞争力 安瓦尔还会见了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双方同意在海事安全、能源转型、网络安全和供应链 运行等广泛领域加强合作 安瓦尔还呼吁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实现停火 并捍卫自己在多哈会见哈马斯领导人的决定 称这是为了停止加沙的人道主义危机 安瓦尔批评美国没有尽全力阻止加沙的大规模杀戮 并呼吁和平解决和尊重两国方案 《环球邮报》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誓言要解决经济现代化中的体制障碍 习近平在一次由公司高管和经济学家参加的研讨会上表示 中国将深化改革解决深层次的体制障碍和结构性矛盾 以不断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劲动力 并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中共中央委员会将于7月召开一次重要会议 动点讨论在国内外挑战下的改革 中国领导人承诺推动改革 政策顾问提出了包括改革税制 以应对市政债务激增的根本原因 放宽城市居住许可以促进消费 为挣扎中的私营部门创造公平竞争环境等建议 习近平还呼吁协调改革措施 确保各种变化能够协同工作 防止内部冲突 政府官员应积极推进改革 但也要在其权限范围内行动 美国总统乔拜登的 政府正敦促科技行业和金融机构 关闭利用人工智能技术 制造的性虐待图像 日益增长的市场 新一代生成是 挨工具使得将某人的肖像 转化为色情挨深度伪造图像 并在聊天室或社交媒体上 分享变得容易 无论是名人还是儿童 受害者几乎无力阻止这一现象 白宫正在寻求公司自愿合作 以遏制这些未经同意的 I图像的制造、传播和货币化 包括儿童的路股图像 白宫科学与技术政策办公室主任 阿拉蒂普拉巴卡尔表示 生成是I的出现 加速了非自愿图像的传播 主要针对女性和女孩 严重影响她们的生活 拜登政府已经与主要科技公司 达成自愿承诺 捞求在公开发布新的I系统之前 采取一系列保护措施 并签署了一项雄心勃勃的行政命令 以指导I开发 确保公司在获利的同时 不危及公共安全 华盛顿邮报报道 肯尼亚的科技公司承包商 正在游说美国总统拜登要求 劳工保护 肯尼亚劳动活动家 长期以来抱怨大科技公司 如秘了将重要的内容审核 等功能外包给第三方承包公司 那些公司对当地工人 施加了恶劣的工作条件 低廉的工资和缺乏工作保障 本周随着肯尼亚总统威廉·鲁托 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工人和倡导团体的联盟 正在呼吁白宫采取行动 在信件和利益相关者会议中 肯尼亚科技员工 敦促·鲁托和拜登 在即将到来的双边贸易协议中 为科技员工确立更好的劳动保护措施 当地活动家称 大科技公司在该地区的扩展 给员工带来了高昂的代价 拜包公司给工人 很少的工作稳定性 往往只提供短期合同 或突然取消工作 几乎100名在肯尼亚 为MED SCALER 爱河OpenEye等公司标注数据 和审核内容的工人 致信拜登 要求在即将进行的 美肯战略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议中 包含更强的劳动保护要求 美国致力于在美肯协议中 实现强有力的劳动成果 并强调工人权利的重要性 杨永凡走报 一直由中国和加拿大科学家组成的团队 可能成为首个部署全自动超声波机器人 进行假撞线扫描的团队 这款机器人利用人工智能进行检查 并识别恶性节节 安全部需要人类的干预 该团队由华南理工大学的研究人员领导 利用人体骨架识别 强化学习和物理力反馈 开发了这套全自动机器人超声系统 DefRUS系统 根据最近发表在自然通讯上的一天论文 实验结果显示 该系统能够进行高质量的超声波扫描 接近临床医生手工操作的水平 并能够检测和识别节节特质 研究人员认为 这是首次在人类身上 进行全自动机器人超声扫描的研究 华南理工大学教授杜广龙表示 该系统能够独立扫描 甲状腺区域并识别恶性节节 提供诊断和治疗的特质数据有效提高医疗效率 研究显示 甲状腺超声检查对于技术员来说 是一项身体和认知上都非常疲惫的任务 等断结果也可能因医生而异 患者应等待超声检查时间过长 而延误诊断和治疗的情况也很常见 FRUS能够提供一个方便的自动工具 整合节节检测病变定位和自动分类 研究人员表示 这项工作填补了现有研究和临床应用之间的空白 展示了该系统在真实临床环境中的部署 能发责播 N想集团全球最大的个人电脑制造商 报告称其3月季度收入同比增长9% 标志著其连续第二个季度收入增长 该公司在北京和北卡罗来纳州罗利设有双总部 公布的季度收入为138亿美元 超过了彭博社调查的分析师预测的130 就是联想自2022年底因全球需求放缓 而遭受下降后的第二个增长季度 净收入同比翻倍至2.48亿美元 超过了分析师预测的1.584亿美元 联想创始人柳传志赞扬中国的专利法 对公司无法想象的增长做出了贡献 同时该公司截至3月31日的全年收入下降了8% 达到569亿美元 略高于分析师预测的561.9亿美元 联想正在加强对人工智能i的关注 特别是i个人电脑即嵌入了原生生成是i功能的笔记本电脑和台式电脑 联想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杨元庆表示 他们对i设备带来的巨大增长机会感到特别兴奋 略计在未来三年内i个人电脑将从高端逐渐成为主流 推动PC市场的新一轮升级换代 联想还与微软和高通合作 推出了一系列专门为i任务设计的GURN芯片的笔记本电脑 基础设施解决方案组ISG在3月季度的收入为25亿美元 同比增长15% 主要由于生成是i的日益普及而对i基础设施的需求增加 储存软件和服务业务也实现了高增长 合并收入同比增长超过50% 独立吧 共和党全国委员会 而燕西的新副主席拉拉特朗普明确表示 他的首要目标是确保唐纳德特朗普成为第47任总统 开始巩固特朗普对共和党控制权的又一步 这位前总统的儿媳在接受美联社采访时表示 他毫不犹豫地捍卫特朗普 并承诺如果他当选将进行4年的交土政治报复 而燕西解雇了数十名长期员工 并寻求与选举否认者 阴谋论者和右翼倡导者的联盟 拉拉特朗普在筹款方面领导了大幅增长 这对于特朗普的选举竞选来说尤为重要 因为他的政治筹款运营已经花费了数千万美元的 法律费用来为他在刑事和民事案件中辩护 支持者认为 拉拉特朗普为党注入了新的活力 他的魅力和顽强的工作态度 使他成为理想的代言人 然而 他的任命引起了一些共和党人的担忧 他们认为RNC的运作方式 可能会损害其帮助所有候选人的使命 拉拉特朗普表示他有背景和经验来胜任这一职位 并且意识到作为特朗普家族的一员 他成为了众多人的政治目标 他在3月成为副主席 这是特朗普及其盟友重组RNC的努力的高潮 拉拉特朗普和主席迈克尔沃特利承诺进行全面变革 并将共和党和特朗普竞选活动 合并为一个单一的运营单位 他希望通过与右翼组织合作来提高选民的投票率 并推动邮寄投票 尽管这一策略在特朗普及其盟友中备受怀疑 日经亚洲帕洛阿尔托的NFILIA公司 在连续第三个季度报告收入超过三倍增长后 展望未来一片光明 随着i技术的快速发展 市场竞争也日益激烈 NFILIA目前控制住数据中心图形处理单元 GPU市场的90%以上 并计划在今年晚些时候 推出最新的Blackwell芯片 与此同时 ND和Intel等竞争对手也在努力追赶 ND占据数据中心GPU市场的约3% 而Intel则报告其数据中心 和i部门的收入为155亿美元 这些公司正将目光转向本地i市场 特别是i功能的个人电脑 微软预测 未来12个月内将有超过5000万台 i个人电脑被购买 并与Andinto和高通合作 推出i平台Copilot驱动的电脑 尽管市场仍处于早期阶段 但竞争已经白热化 And failure在i训练领域的主导地位 使得其他芯片制造商将重点放在推理市场上 这是一个更据碎片化成本优化的领域 美联社报道 82岁的Normal Upshow因需要在家进行透析 而搬到他女儿家 这反映了美国老年人长期护理选择的变化 研究发现黑人美国人较少使用住宅护理社区 而更倾向于住宅护理院 这与白人美国人的情况相反 这种差异背后的原因复杂 包括个人和文化偏好 保险覆盖范围和住宅护理社区的地理位置 经济学家John Lennon-Fan Gruber指出 而少数族裔和低收入人群则面临挑战 财务障碍对所有低收入人群都有影响 按对年长的黑人美国人尤其严重 许多黑人美国人无法负担高昂的住宅护理费用 只能依靠政府补贴住房 研究人员表示 更多的研究需要了解黑人和棕色人种 无法进入住宅护理社区 是否意味着他们缺乏必要的护理 还是他们在其他地方找到了支持 《环球邮报》报道 加拿大是世界上外援支出最多的国家之一 但其近20%的外援支出 实际上用于国内的难民和乌克兰人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数据 加拿大去年花费了超过80亿美元的外援 其中15亿美元用于支持在加拿大的难民和乌克兰人 这样的支出占加拿大外援的19% 奥于其他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 尽管如此 加拿大并未从其基线外援预算中挪用资金来支付这些费用 班家们认为将这些费用分开报告是有意义的 因为无论是帮助难民在难民营中还是在加拿大 都是用于非加拿大人的支出 尽管加拿大在应对紧急情况方面表现出色 按在投资与使国家更具韧性的发展项目方面 却显得不那么积极 专家问呼吁政府应该更加透明地向公众报告 外援的具体支出情况 以确保加拿大人了解其外援资金的使用情况 DK一时报道 全球最大个人电脑制造商联想集团 正寄望于人工智能II的需求推动其收益复苏 联想董事长兼CE欧阳元庆在年度财报发布会上 多次表示对I前景的乐观态度 认为I将彻底改变公司的所有业务 不仅会提升核心PC业务 还将影响平板电脑、智能手机以及基础设施和服务领域 尽管疫情后的市场低迷持续时间超出预期 但杨元庆坚信I是公司唯一的救星 尽管在最新季度表现有所回升 但截至3月的财年收入仍下降8% 净利润下降37% 杨元庆强调 随着I技术的普及 联想的未来10年将主要围绕I展开 公司预计到2026年 超过一半的产品组合将与I相关 然而当被问及公司在俄罗斯的业务状况时 杨元庆和其他高管选择保持沉默 仅表示遵守相关法规 《环球邮报》报道 花旗分析师Friquim Bagui指出 全球可再生能源股票的近期反弹 主要有几个因素驱动 包括投资者通过可再生能源参与数据中心和I主题 空头回补天然气价格上涨 以及美国财政部关于国内内容的澄清等 Bagui认为这次反弹是由高度做空的股票 表现优于其他股票推动的 并建议避免在此次反弹中迈出评级的 SPW-2和PL UG-TA 对Philip Sextisky's Altos Power Center Werninka,Tools Technologies Group's November Energy International 和Volero Energy Corp CYBC资本市场分析师Paul Holden 重申了对人寿保险股票的推荐 认为受险公司在2024年将表现优于银行 《环球邮报》还报道 加拿大太阳能公司旗下的 Recurrent Energy单位宣布已与10家银行签署了最高达14 1亿美元的多币种循环信贷协议 该信贷将用于在多个欧洲国家建设可再生能源项目 包括西班牙、意大利、英国、荷兰、法国和德国 Recurrent Energy的CE Ogwismel-Guerrero表示 这项协议巩固了公司的增长战略 并将其转变为全球领先的独立可再生能源生产商和开发商 前置欧洲可再生能源容量的增加 和电动汽车的部署 能源储存技术变得越来越重要 这笔信贷将为太阳能和电池能源储存项目提供灵活的融资支持 将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 全球专业媒体、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WF 康明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